由乔委会的副委员长仁宏所率领的双十国庆文化访问团来到了华侨众多的洛杉矶 四位实力派的唱将以悠扬的乐声以及怀旧的旋律 把乔邦们带回了时光隧道 而文化访问团的团员和观众互动很热烈 现场也是笑声不断 美声歌后许景纯柔情细腻的歌声 全是望春风提订阅伟牛等多首快智人口歌曲 让乔邦沉醉在思乡情怀中 由乔委会副委员长仁宏率领的国庆文化访问团 来到洛杉矶盛盖博剧院 情歌王子王博森一声尽装出场 引爆观众热情 小滚动感的表演让包括驻洛杉矶办事处长风中成 华侨文教中心主任简许邦 乔务荣誉职人员 美国主流官员及乔邦也跟着动了起来 一方面是跟台湾的乔邦共同情绪 中华人口气 宣慰乔邦 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介绍访问团的演出 表达我们对来的问题 长久以来支持中华人口 是有限量的经历 乔务委员会每一年都让我们的乔邦 感受到我们的国家对我们乔邦那么的爱 那么的关怀 所以希望借着这些歌声来告诉我们 家还是在那儿的 珠唱经验丰富的李渡演唱英语情歌 让人仿佛回到学生时代 到pop听歌的时光 旅居洛杉矶的歌手林景莹 宝贝儿子也上台当起小助手 他和姐姐徐景淳高龄96岁的阿公林乔松也到场聆听 徐景淳特别以月亮代表我的心 唱出对阿公的爱 文化访问团毫无冷场的演出 让乔邦们享受一场音乐盛宴 大家期待明年建国一百周年 有更精彩更热情的表演 台湾宏观电视张琼文 美国洛杉矶采访报道